在这一讲中呢 我会给同学们具体的讲解一下 判断提醒的方法 以及判断提醒的重要性 在第一讲中呢 我们曾经提到过 提醒分两种 分别是实非题和利弊题 实非题呢 指的就是一个问句 可以通过yes or no的方法 来明确你的观点 而利弊题的话呢 就是在这道问句中 存在两个相对立的观点 但是其中呢 没有一个对错之分 只有一个优劣之分 我们需要去选择那个 更加这样优势的观点 这就是利弊题 之所以需要在写作之前 去判断提醒 是因为判断提醒 对于我们第一段的写作 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我们统一采用的是 写明人例子的方法 所以当判卷人 判卷的时候呢 他会着重地先看你第一段 你的逻辑的结构 逻辑的铺陈 进最后的理论的得出 是否明确 是否符合一个 条理 所以说第一段 对于你的整体的写作 占一个很大的一个比重 而在第一段中呢 对于这个是非题 和利弊题 写法是有一定的出入的 是非题呢 我们就可以植入主题 把你的观点 和你观点是怎么得出的 这么一个过程 给写出来 做一个铺陈 而对于利弊题呢 因为他的两个观点 没有一个对错之分 所以你需要先做一个让步 先去提及一下对方的观点 之后呢 再把你的观点 为什么要优于对方的观点 这么一个比较的过程 写出来 是因为如果我们在 利弊题中呢 一味的去提及 其中的一方的观点 而忽视另外一方的观点的话 这样的话 显得你的逻辑 十分的不够健全 且不够comprehensive 不够全面 所以说判断题题之后 去确定你的写法 是十分重要的 曾经呢 我有一个学生 他参加了2014年6月 跟10月的考试 他使用的是 完全一样的例子 只不过呢 在第一段中有些区别 是因为呢 6月份的考试呢 是一道是非题 而10月份呢 是一道利弊题 而这位同学呢 他统一采用的是一种 植物主题 开门见山 且不够让步的写法 所以在6月份的 十位题考试中 他取得了9分的成绩 而在10月份 提形一变 变为了利弊题 他就呢 相当于是 两位老师各扣一分 最后只得了7分 所以说可见啊 这个判断题型 之后再去写作 再进行一个让步 或者是直接去写 还是对于这个 我们写作里的第一段 十分重要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 几个具体的提醒 来分析一下 他的提醒的 类别是什么 首先呢 是2013年1月份 这条题 Is money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 in determining a person's quality of life 金钱是不是决定一个人 他生活质量的 最重要的因素 很明显 是一道 一般一文句的题 因为我们只能回答 是的 金钱是 决定一个人 他的生活质量的 这个最重要的因素 或者说是今天不是 所以这条题呢 是一道很明显的 是非题 再来看一下 2012年6月份的 这条题 翻译过来的就是 人们呢 是应该尊重 和容忍他人的观点 还是应该 应该在 他们觉得 别人的观点 不对的情况下 去提出质疑 有一个or 来连接了 两个相对的观点 观点间 没有对错这份 只需要我们去选择 所以这条题 是一个选择一文句 是叫很典型的 利弊题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如果这条题的题杆中 出现了or 这个连接词的话 它就应该是叫利弊题 但实际上是不然的 因为or 需要连接两个观点 而非两个 可能是名词啊 或者是两个笔内的词 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2012年1月份 这条题 这个or 只不过是用来连接了 两个平行结构的 一种名词 它不存在一个 连接观点的意思 所以这条题呢 我们依然只能回答yes 或者是no 这也是一道 一般一文句 所以它是一道 典型的试非题 我们就应该通过 开门见山 只有主题的方法 去写它的第一段 所以说呢 判断题型 对于我们 低端的写作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下一节中呢 我们会更多地 关注到关键词 和化关键词的重要性 关键词同样 与我们低端的写作 息息相关 所以呢 我们今天这一节的内容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